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脑肿一般只有几毫米 大脑肿可以删去整个肝脏 肝脑肿一般没有临床症状 许多患者是在超声或CT时发现 多数脑肿处于静止状态 不会长大破裂出血和感染 若是这类肝脑肿 患者并不需要治疗 但若是发生囊内出血 或脑肿逐渐增大 并伴有感染 扭转等并发症 或是患者产生腹痛 腹部包块等 就要治疗了 二 乳腺增生 你听说了吗 小爱查出乳腺增生了 唉 有啥惊讶的呀 隔壁部门两个女孩子 去年就检查出了 乳腺增生发病率 占女性乳腺疾病的首位 约80%的女性 都有不同程度的乳腺增生 临床上 乳腺增生分为 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 生理性 即是月经前的乳房肿痛 乳房摸到节节等 即使体检报告上注明 双侧乳腺增生 或双乳小叶增生 也无需过于担心 只要没有其他症状 定期检查即可 不需要治疗 但若发现乳房肿快 则需要进一步 确定其性质 多数乳腺增生 与乳腺癌没有关系 只有非典型乳腺增生 才可能癌变 通过触感 无法判断性质 需要活减 三 甲状腺结结 甲状腺位于气管的前外侧面 负责合成分泌和存储 甲状腺素 甲状腺结节在体检报告中很常见 多数为良性 不会导致疾病 一些较小的结节 患者通常难以察觉 一般通过超生发现 甲状腺结节多数情况下没有症状 发现后需要鉴别其良恶性 良性结节不会影响正常功能 也不会转化成甲状腺癌 因此一般并不需要治疗 若甲状腺结节直径过大 对周围组织产生压迫或影响美观 可以进行手术处理 如果超生检查结果疑似恶性 直径较大 则需要穿刺活检来明确性质 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人体心脏的每一次跳动 都源自心脏寇方节的号令 约0.6到1.2秒一次 常若寇方节没有按规律发信号 或者受到其他信号干扰 就会引起藻伯 研究发现 有40%到75%的普通人 出现过适性藻伯 随着年龄增大 藻伯概率会升高 一般来说 藻伯跟精神紧张 过度劳累 大量抽烟饮酒有关 如果偶然发作 经过检查没有提示心血管疾病 则不必过于紧张 大多会自行消退 若是藻伯过于频繁 时常感到心慌 胸闷 或者本身就有新冠病 心肌病等 这时要根据心电图和其他检查结果 给出进一步的治疗建议 五 骨刺 骨刺这个名字 听着就让人很痛 但其实相当一部分患者 不会出现疼痛症状 骨刺又叫骨质增生 是骨骼为了修复和适应 而做出的调整性改变 年纪越大的出现概率越高 尤其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 80%会有骨质增生的表现 它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 与年龄 久坐 肥胖 重体力劳动有关 患者不必过于紧张 更不要轻易相信 吃药消除骨刺 运动磨掉骨刺的小广告 一般情况下 疼痛症状较轻的患者 无需治疗 只需要减轻体重 避免关节磨损 若是持续疼痛 可以选择药物 手术等治疗 六 静动脉斑块 对于中老年朋友 尤其是血脂异常的人 应该更熟悉这个词言 据统计 在我国六十岁以上的 动静脉斑块的减出率 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就像水管使用时间长了 会涨出水垢 影响水流一样 很多老年人听说 他可能会诱发中风后 更是担心不已 其实 大家大可放心 因为并不是查出 静动脉斑块后 就一定会中风 但有风险的静动脉斑块 也不能忽视 要不要治疗 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评定 比如说 斑块的大小 它所引起的狭窄率多少 或者说 斑块是否容易发生破裂等等 体检是必须 查什么有讲究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体内有很多续微的变化 是无法通过肉眼 或者触摸察觉的 只有定期体检 才能透视身体内部 而不同性别 年龄 体质 需要的检查项目 也会有所差异 年龄20家 传染病 皮肤和生殖器肿瘤 20岁以上的年轻人 需要关注传染病的筛查 比如 乙肝 肺结核的检查 另外也要留意皮肤和生殖器肿瘤 年龄30家 血压和血糖 30岁 代谢能力有所下降 更需要关注血压和血糖问题 年龄40家 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筛查 40岁开始 癌症和心血管疾病 开始在体内萌芽 及时找出来 年龄50家 骨密度和胃肠肿瘤 50岁开始 女性骨质疏松高发 此外还要注意 未成到慢性疾病的病变发展 年龄60家 需要进行全面检查 60岁开始 血管变得老化脆弱 还应该注意 耳底和眼底病变的发生 并不是所有疾病都需要治疗 有些病 其实可以与人体和平共处 而真正需要治疗的疾病 还要进一步进行检查 才能明确治疗方法 但就算是以上这些病 不需要治疗 我们的老人 还是要从生活上 先调理 合理膳食 适量运动来预防 志恒认为 定期体检 是一个不错的习惯 很值得提倡 但在拿到体检报告单的时候 千万不可单凭名字 而异断病情 更不可听信小到偏方 而盲目治疗 若有不懂 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 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这样才是对自己真正的负责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